大阅兵那天晚上世界杯预选赛 中国跟香港竟然闷屏0比0 其实我根本就没看 大家知道我对足球绝对是外行 非要说球迷的话 我也是属于只看世界杯那种级别的球迷 我试想虽然我没看 但是引起我注意的反倒是第二天 今天我看郑志 他接受采访说的两句话 这让我想说说 其实我是想从这说到足球之外 郑志这记者问他 要不说我说球星嘴头还是不如脚头 他说个什么话 他说你看比赛过程就是这个样子 对手从一开始就这么龟缩防守 我们预期他们当然会密集防守 但是没想到他们从第一分钟就在拖延时间 哎我我这个外行 但是我就听了这个我觉得 我说他们犯规吗 或者说哎您要是跟这个德国西班牙梯 您龟缩一个试试 您拖延一个您从第一秒钟就拖延时间 你能让人家不进球吗 所以哎我不懂啊 我又参照了一些 我看这个后边的跟铁 我觉得挺逗的啊 有人就说楼主说 大家盖楼了 说说中国队输球后的N个理由 我先来对手太强 靠守不住 然后下面从二楼往下 你看排这理由啊 队友太猪靠不住 灯光太暗 看不清 腿毛太长 绊脚了 空调不给力 太热了 球太圆 踢不正部位 草皮太长了 加大阻力 大姨妈来了 观众嗑瓜子 声音太响了 不就小香港吧 得让啊 然后就是说 观众不好 没喊下课 草坪太滑 球衣太紧 球鞋不合脚 草坪太滑 草坪不滑 球衣太紧 球衣太松 球衣不合 球鞋不合脚 球鞋太合脚 就是说 这个归因呢 你归因于对手 这个龟缩战术 归因于对手 拖延时间 我觉得 还不如归因于运气 啊 当然 我就看了一下 这个报道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 挺挺神的 这家国足 全场控球率 百分之七十一 百七十几吧 射门四十多回 打门框 打就四回 所以我看这个 这场比赛啊 我的感觉啊 就是我看这个报道啊 我的感觉 香港队 有两个守门员 一个叫叶洪辉 一个叫门柱 为什么老打门柱上 哎 我作为一个这个不懂球的人 我就有我的好奇心 然后呢 我一查 我才发现 有的这个球迷啊 我真是挺佩服 数学地 因为我看球赛 我也老是觉得 我甚至有时候看着急啊 我觉得哎 是不是因为你太想进那个空了 我有时候觉得 你要就冲着门柱踢 你肯定就踢不进去 你肯定说不定就有一半机会进门了 好 我看有一个球迷啊 哎 他这个让我真是长 长知识 他说呀 为什么好像 中门柱的概率特别大 你按那么大一球门啊 为什么中门柱概率特别大呢 你调给你算算这小账啊 他说你看啊 实际上门柱的直径是10厘米 那么他的周长呢 是31.4厘米 其实他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老打门柱啊 他是因为从从这个门柱的三分之二个面都有机会 就是你要射门的话呀 其实是你看三分之二个面都会打到门柱上 你这么算的话 他的周长31.4厘米 其实你要是展开了呢 把它展开成一个面呢 一个31.4厘米的面 那么有三分之二的角度球都可能打上去 那么你就算三分之二大概是20多厘米 20多厘米的话呢 两个门柱可能触球的这个面加起来就算45厘米 那么这个球球门总长是732厘米 那么这么算下来呢 中门柱的这个概率大约就是在百分之五点几 好像百分之五点八百分之五点几 那么再加上有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他说的挺靠谱 你本身射门啊 他谁往中间射啊 你这谁像过去的中国队一样啊 追着守门员射守门员躲都躲不及啊 你都是想射的雕嘛 你本身就是你的方向就是像在球门框附近射 所以再加上这种概率 你就算再乘于二 于是这位球迷得出的射中门柱的这个概率 其实高达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 你说这是不是一数学地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啊相信他的这个解释 因为在此之前呢 我的一个一个一个解释啊 就是有另一个心理学的解释 还不是数 他是给了一个数学的 我好像有点幸福 但我之前是个心理学的解释 什么呢 你知道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目的颤抖 俗称穿只原理 什么你 你看让你拿这个线 穿着一个一个一个针眼 你想穿进去的人手就会抖 这种心理学上啊就叫这个目的颤抖 你就是说你这个目的性啊太强了 你越想钻进这个里边啊 你这个手就会抖 你的动作啊就会走形 你的心思啊就会乱 但是 人们不是说了吗 说那 就得求胜心切 过去骂中国队就是说你 求胜不心切 哎 那为什么跟这个 难道说求胜心切 反倒越踢越踢不中了吗 你看这是个心理学上的 一个问题 但是我想讲一个啊 实际上 这个咱们讲庄子里头 讲一个故事 就说孔子有个学生啊 问这个孔子 说老师啊 我那天呢 经过一个深渊啊 这个船夫 这个操船呢 那简直是如有神助 我就问他 我说划船 就是驾船 容易不容易学 这个船夫就跟我说呀 说啊 这个游泳游的好的人 哎几次就学会了 你要是那个潜水员啊 那连学都不用学 上去就会操船 他说这是为了什么 这个孔子给他解答 大体意思就是说啊 说为什么这船夫讲啊 这个会游泳的人呢 他呀 心心中无水 就是他根本不怕掉下去 至于那个潜水员 那简直水对他来说 就是如履平地 这就像说走钢丝的人 把钢丝放地上 你都会走过去 对吧 但是呢 他悬到一百层楼的时候 你没经过这个训练 你就掉下来 所以孔子就讲 说你看啊 这个赌 拿拿那个瓦片 做赌注的时候啊 你老赢 哎 你就瞧 对吧 你要拿这个银钩子 做赌注的时候 你心里有点怕了 你要拿黄金 做赌注的时候 你整个你就神思混乱 你就逢赌必输 这他就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外外众者呀 内拙 就是你太重视这个外面了 你的内心里啊 就笨拙了 因为这个奇巧啊 就说为什么你能赢啊 为什么你能射进去啊 这个巧啊 这个这个这个诀窍在于一 就是你呀 纯一 那么我就刚才说了 我一场比赛 我想得胜 我想打进世界杯 这不是一吗 哎 你看这个目的啊 还显得这个粗 就过去中国禅宗讲啊 就叫吃饭时吃饭 睡觉时睡觉 禅很有可能指的就是具体 就是说啊 你必须把它落实到每一角 每一次射门 你比如说啊 当我每一次 比如说踢点球的时候 我脑子里如果有强烈的愿望 就是说 哎 这球我要踢进去了 哎 咱们这世界杯预选赛 哎 这就积了三分了 这接下来打进去就有希望了 下一阵再对谁 只要再平了 我就怎么怎么样了 最后我就怎么 哎 或者说你说 这个要进去了 哎 我就广告商就该找我了 我就火了 你想这个也算是求胜心切 但是 这是外 这是这个进球的目的之外的 更粗的目的 哎 这就会让你目的颤抖 就乱了 但是呢 你必须剥离开这个 把它更具体到什么呢 就是这一球 就是这一球 那么当你这个心思纯一到啊 也是就就是强烈的想进球啊 当然是强烈的想进去 我估计梅西 他啪踢进去的时候啊 他甚至就是 有一种必然要进的那么一种感觉 所以咱们经常说啊 如有神助 其实过去啊 这个道士画那个符的时候 特别讲究的是 拿这个毛笔啊 他这个心思专一的时候 一笔一口气 不过中间不欢气 一口气画下来 据说这样画下来的符 啪天你脑袋上才零 但是这是迷信 但是就是往往这里有个道理啊 当你啊 心思最纯一的时候 就是吃饭时吃饭 睡觉时睡觉 射门就要设设计射进去 这个的 纯一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也许神就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